第1章 冰火2重天 我們要簡單的來看一下 冰火2重天的法師 雖說是冰火2重天 不過我們主要的攻擊技能 還是在於我求術 伴隨著我們控場效果是冰系的 所以我稱冰火2重天 這裡我們透過了獨特的裝備 一個是三層的紀律 把我冰刺造成冰寒傷害 另一個呢 這是 讓我們的冰霜猩猩有附魔 這個可以讓我們多頭蛇 在擊中敵人的時候 有30%的機率釋放冰霜猩猩 而這個冰霜猩猩呢 有可能會讓這些周遭的敵人 給冰凍 也就是凍結起來 接著我們再透過這個裝備的特性 像是 44%機率 這其實還可以更高 讓他擴散到其他沒有被受到影響的敵人身上 由於我們火球術是反為攻擊 加上我們有給他一個附魔 所以 敵人會產生爆炸 殺死敵人的時候 這爆炸傷害是我們造成傷害的50% 我們簡單看一下這個 法師的一個配裝 剛才我們提到 使用了 控場效果的扣散 這個名念 當然 如果有受到控場效果 的敵人 對我們的傷害 可以減低 四分之一 這就是我們頭盔跟 胸甲的搭配 至於 褲子呢 這是讓我們 擁有了 四千多點的護甲值 那我們的護甲值來到了一萬多 可以 減少物理傷害 已經到達上限 百分之八十五 其他呢 這是一些 遠古獨特的裝備 由於我們使用的是火球術 所以 用了 照光折手套 還有艾蘇的傳家寶 當然 還有無盡怒火法傷 等等 這三個 對 火球術 比較有 加乘效果的 三件裝備 項鍊的話 使用的是 隕石和火球蛇暴擊傷害提高 這個其實還可以再更高一些 不過 暫時我們先用的是這一個 戒指的話 裝備了塔拉夏的紅彩戒環 可以讓我們 提升一些 元素傷害 因為我們 使用了 冰跟火 兩系 所以說 兵器是 單純的控場效果 不過 這個 同樣也可以觸發 元素的傷害 三倍 再來就是我們藍色的玫瑰 這每三 三層的機率會到處併制 造成病寒的傷害 如果 敵人在凍結狀況的話 這些傷害還成為三倍 是相當不錯的搭配 接著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技能 特別是 火焰護盾 韓兵護甲 這兩個呢 單純的就是作為防禦 讓我們不要那麼 容易就 栽在 敵人身上 而多頭蛇呢 就是 讓我們 可以 奏還的方式 對敵人 產生傷害 當然 這個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在我們的 父母 冰霜猩猩 這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 奏還的技能 集中敵人 有三層的機率 釋放冰霜猩猩 而這個冰霜猩猩呢 就是有多頭蛇這裡 攻擊敵人所產生 接著是我們的 絕招煉獄之火 這單純的 讓我們 可以 瞬間的 爆傷害 不過 只有短短的 八秒 我們 釋放 嚴肅的技能 不會 耗費法力 火焰彈呢 單純的 不是 過度的技能 其實 傷害 並沒有很高 再來就是我們主要的攻擊技能 火球術 由於我們剛開始這個角色其實是打算使用燃燒傷害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 電話技能的第一頁 選擇的是 我們的燃燒直覺 這個 傳奇節點 當然 對於一些 燃燒敵人的傷害 或者是 減免 這裡 都在這一頁 上面 都會有 不過呢 後來 我們 拿到了 裝備之後 漸漸的 將 這個 我們的 傷害 改為 火球術 所以才會 有一些 嚴肅技能的 一些加成 我們對這些 標文的選擇 就是 是 我們 習慣 使用的技能 來做 加成 像是 我喜歡 召喚 多托蛇 而這個 多托蛇屬於 召喚 召喚的技能 召喚的技能 就有 在這一頁裡面 有所提高 由於我們沒有選擇 冰凍以及 電系 所以 零霜天命 落冰 精電 還有 導體 等等 政績 頁 我們都沒有選擇 剛才有大致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選用的 雕紋 主要 在於 戰術家 孔子 布摩斯 疊劍 還有釋放 等這些 這幾個 不一樣的 雕紋 至於放置的位置呢 就選擇 放置在 最 有力的位置 像是 這一個 區塊呢 我們的 魔法節點 比較多 我們可以選用 釋放 讓 範圍內 所有的魔法節點 都有額外的 提高 可以選擇 再來我們看一下 技能的大致的點法 火焰彈其實就是單純的一個過渡技能 當然 如果我們換成電系的話 其實我還可以增加 所謂的 元素傷害 讓我們再 透過戒指的加成 多了十幾%的傷害 不過這裡我們沒有這麼做 主要是我們 要讓它有一個 燃燒的 效果 因為我們一開始選擇的是燃燒 對於燃燒 中的敵人呢 我們會有 額外的傷害 以及傷害的見面 核心技能選用的是 我們剛才有提到 還有元素都在有 把它點滿 讓我們高於50點 釋放核心 及精通的技能 可以 提高我們的傷害% 防禦技能呢 我們使用火焰護盾 還有寒冰護甲 支點一點的冰霜猩猩 這邊的話 可以試情況 看要不要把 加上冰霜猩猩 造成異傷 這一個狀態 讓敵人 可以多一個 受傷的 機率 不夠猶豫 我們只是選擇 比較屬於 沒有冰氣 單純的只是為了這個 控場的效果 讓它 有冰凍 所以 我們冰霜猩猩猩 在這裡 支點了一擊 手腕的技能呢 這是 多頭蛇 這裡我們也要加滿 加上技能的加成 大概有七級 再來就是 我們的 幸運觸發的機率呢 我們也是把它點滿 讓我們能夠 有多一點的 觸發 幸運 像是 我們可以 觸發 幸運的時候 處決敵人啊 或者是 恢復 資源 等等 恢復法力 這些 再來是 法力護盾 也把它點滿 就可以獲得 5秒鐘的 21% 傷害減免 精通的技能呢 這邊 我們都沒有點 主要是因為 只有 100級 而可以用的技能只有 58點 這是 非常的 不夠用 所以 只能捨棄一些 沒有必要的 技能 再來就是 怒火 鐘燒 吞噬之火 智產利焰 這些 厭術的 傷害加成 這些我們都把它 疊滿 絕招呢 就是 煉獄之火 這是剛才有提到的 再來就是 厭術技能 減低 法力的 傷害 甚至於 殺死燃燒的 敵人 我們法力恢復 還可以提高 45% 最後 這個 我們 關鍵被動技能 選用的是 艾蘇的 胸爆 這可以提高 我們 暴擊傷害 以及 暴擊的 機率 由於我們使用的是 主要是 火球樹 所以是 有在這個 厭術的 傷害機率提高 這對我們 火球樹傷害也算 有所加成 最後呢 我們帶大家去打個 杜瑞爾 看一下 我們這樣的設置 能夠 有什麼樣的表現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要帶大家來看的 關於 魔法石 裝備 以及技能 配點的一個 大致上的介紹 如果 如果你也喜歡 暗黑破壞神 也歡迎你在影片的 右下角 點選 訂閱 來支持頻道 謝謝 以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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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